高雄开车撞出了一对小姐弟的通气犯 在汽车逃逸了28个小时之后 昨天傍晚终于自首了 他在上午呢 前往了小姐弟的灵堂前上香 不过遭到了家属愤怒追打 尽管嫌犯一再强调自己 是因为有案在身被通气才会肇事逃逸 说自己绝对不是故意的 但是悲愤的家属呢 听得进去根本无法接受 警方现在发现这嫌犯有82项的前科 接着要查他是不是吸毒酒驾 撞死独国中国小两姐弟 还把爸爸也撞成重伤的嫌犯到灵堂上香 悲痛的家属再也按捺不住气氛的情绪 出手追打 为什么 12号傍晚高雄一名爸爸骑机车载着一双儿女去补习 路边客运的行车系统器拍到 由嫌犯驾驶的乡行车直接从后方追撞 父子三个人被撞飞倒地 照实车辆飞带没停 还继续往前冲 最后嫌犯将车子开到码头 汽车落跑 一天之后才自首投案 你算你脸到人啊 你为什么还要下去啊 你算你脸到两个人 你算你脸到小孩子 据了解被撞成重伤的爸爸还在家户病房 家人都不敢让他知道儿女已经过世 事发时他的大女儿刚好经过 亲眼目睹爸爸和弟弟妹妹被撞的惨剧 警方现在要厘清身上背了82条前科的嫌犯 案发当天到底有没有喝酒 但枉死轮下的小姐弟再也回不来 原本幸福欢乐的家庭天伦梦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